商交所涉嫌財務違規 主席張振苑需要協助警方調查 決定主動辭去所有公職 令到一個職位元兇 包括市建局主席一職 政府4月底才委任張振苑 續任主席兩年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說 當時並不知道張振苑有財政問題 而行政總裁亦都在今年的2月底退休 所以當時我們經過考慮之後 亦都考慮到張振苑先生 在市區重建這方面的經驗很豐富 過去幾年工作上 大家也看到他的貢獻 所以作出委任 我覺得我們在發展局 考慮張振苑先生的聘任的時候 剛才我所講的各項因素 是合適的 陳茂波說 正是密室合適的接替人選 由指發展局 已經審閱市建局 今年遞交的工作計劃 相信張振苑辭職 短期內對市建局的工作沒有影響 而食物的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 張振苑辭去公職是負責任的做法 不過事件也衝擊問責團隊的士氣 每個地方的政府 都會受到 這些衝擊 都是要去迎接這些衝擊 然後去克服它 然後去做好工作 他說問責團隊一直合作得很好 相信自己不會影響政府運作 香港歡頻電視機 就能理解掉了 谢谢大家 你就也會操作 建議 開始 我們 我們